今年年初,日本APA连锁酒店公然在酒店房间内放置右翼书籍,招致中国、韩国乃至全世界的愤慨。 然而,随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越来越近,APA集团老板也是这些右翼书籍的作者,远古外志雄,近日再次发表声明称不会因为奥运会撤掉他的书。 今年年初,一段有关日本阿帕酒店内放置右翼书籍的暗访视频在网络上不进而走,引发一片哗然。 APA酒店的这一举动引发中韩两国的极大不满。 在今年2月开幕的扎晃亚洲冬季运动会前,中韩运动员曾以拒绝入住APA酒店作为抗议,但APA酒店依然执迷不误,拒不撤输。 昨天,APA集团创始人远古外志雄在东京举办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东京奥运会期间他也没有撤输的打算。 东京奥运会即将于2020年举行,届时将有大量外国游客到访日本。 据了解,APA酒店的一半客源都来自中韩游客。 目前不少中韩旅游企业已经停止与这家酒店合作,并呼吁复日游客停止入住。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